那我們來看這個海洋的沉積物 哪些這個海洋沉積物怎麼樣搬過來堆積 首先各位想想看沙塵暴 最近我們常聽到說這個黃土高原 我們台灣常常有沙塵暴 這個沙塵暴可以把這個沙子到平流層 然後帶到世界各地 就沿著整個平流層這樣闖流 然後到最後那些細顆粒的泥會堆積 會開始慢慢掉下來 然後堆積在海洋當中 所以第一個 封城的穿坡是很重要的 封可以帶細顆粒的沉積物到大洋當中 這是一點 那第二個是河流 河流還有這個海岸 這個地方我們特別要注意 這個地方特別要注意 河流和海岸 那再過來如果到大陸 然後再過來到大陸先坡 就是沉積物它傳輸會經過大陸 然後才會到大陸先坡 那我們看怎麼傳輸 首先從這個陸地上 比如說這裡有一些像這個河流的最源頭 有一些侵蝕 可能傷風造成的一些河流帶沉積物 然後到河口了以後 這個是紐西蘭的地址 到河口這個地方沉積物都帶到大海當中 然後現在這個大陸 我想生一個例子 像這個河流 攜帶這個比較左的沉積物 那因為這個是河水是淡水 密度比較低 那海水那是鹹的嘛 密度稍微高一點 所以一般這個攜帶 不要台灣過近的以後這個銅水 它的銅水是浮在海水上面 一般是這個情況 然後這個沉積物就被帶到外面去 然後圍積物 那如果看那個火面圖像這樣 這是一個切面 這個是海邊 那這個洪水過來的時候 這個綠色的代表說帶來一些沉積物 那這個沉積物量其實不大 所以它都塗在這個海水上面 塗在海水上面 然後待到外海 那慢慢的這個沉積物 它就會掉下來 掉下來 但當這個沉積物的濃度很高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變成沿著 因為它的濃度比較高 硬度稍微大一點 可能甚至比海水還大 所以到這邊沿著這個海船流動 造成濁流 然後濁流就一直往下一直流動 所以這邊提到說 從河流出來的沉積物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雪浮 標浮在這個海水上面 然後這個對決是10顆粒 像那個泥或的是粉砂 然後被帶到外面去 第二個是出顆粒的 各位想想看 2008 去年 2009 莫拉克颱風 那個泰馬里 泰馬里那個標不是洪水不洋大嗎 那各位有去過那個泰馬里西出海口看嗎 那個沉積物是那個栗石 鵝卵石 就比雞蛋還大的時候 像你看那些栗石 鵝卵石到出海的時候 它是浮在海面上或是掉下來 一定是掉下來的 因為它密度比較大 所以那一些 各位想想看 颱風的時候泰馬里外海 這個地方 新顆粒的就泥沙就漂浮在上面 那出顆粒的地石就滾 滾連著這個河海床再滾下來變作圓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兩個 如果如何把這個杜莎的沉積物 帶到海裡面 第一個我們講到是蜂嘛 蜂子這樣子 蜂子這樣子帶 第二個就是來到河口的時候 有一個懸浮的 一個是可以沿著這個海 來從這個地方變作圓 那剛剛講的是這個大陸門 和河口這個中間這個過程 那再過來講到這個大陸斜坡深海的圓 好 這個大陸斜坡 我們再回到加州的例子 回到這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加州過山之外 這個斜坡 那各位猜一下這個斜坡 大陸斜坡大概是幾度 這個有點誇張 這個水質誇張 一般的話它是平均大概是4度到6度 所以這個大陸斜坡的角度大概是4度到6度 那你不要看這個4度到6度的小 其實它是蠻大的 那這樣子會造成 假設這個沉積物都會在上面 上面 沙米都會在上面 那因為它比較高處 然後受到重低的影響它會滑下來對不對 它會滑下來 所以我這邊提到說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 河口的發音沉積物 它都會傳輸到大海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那假設我們到大陸斜坡 或者是在更深的深海邊緣 那沉積物怎麼樣傳輸 把從那個大陸斜坡往深海邊傳輸 那就是要靠重力 OK 重力就像這樣子 這個就像坐六環D一樣 所以第一個就是坐六環D 往上面slide slide其實英文的翻譯 另外一個翻譯就是四千環D 對不對 那slide就是因為它會在高處 那個有的重力的關係在往下滑 當然它只是滑一點點可以到沒事 OK 那它滑得比較多的時候 它可能就變成slide slide就是一個滑以捲洞 還有這個稍微有點彎曲這樣的slide 那慢慢的它這樣子可能破煙 那個沉積物或是岩石破裂 水 海水就捲進來混在一起 所以你看這個水 這個沉積物就混了一些水進來 所以到這個沉積物變土石流 imbrace flow就是土石流 那土石流它可能慢慢的水 過來繼續流動 因為還是有重力 還有那個洞 所以繼續流動 到最後可以變成佐流 OK 所以這個順序就很重要 就是我們在海底 剛開始產生海底山崩 再過來海底崩� 有時候花以上 再過來海底土石流 到最後變海底佐流 海底佐流 你就看這個佐流 它有時候可以跑個一兩千公里 一兩千公里 夠遠吧 台灣走到台灣回到繼續跑個兩次 所以這個另外我這個提到說 從這個 因為重力作用 從這個大陸斜坡到深藍平原 它最主要的成績物傳輸方式是 Slight Slump Increase Flow 跟Bedalic Curve的四種 那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湖婆在加州 往加州的一個湖婆 然後這個地方用海底底型 Size跟海底底型的資料 然後大陸跟坑派在一起發覺說 這裡以前發生過一個山崩 那這個山崩產生了這個堆積 就像一個土石流 就像陸上的土石流一樣 所以在陸上的這種process 我們常常看到的海裡面也是一樣發生的 像這個是一個土石流 那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們台灣西南部 這個也是一個土石流 在這一邊 往外這邊留情 好 土石流產生的時候 有時候會產生海嘯 在最近有一次在那個星基內亞 有一個海嘯 像這個蘇門達拉的海嘯 它的影響範圍非常大 甚至到這個印度 印度半島 這個影響範圍非常大 但是如果是一個土石流 所造成的海嘯 那影響範圍就很局限局部 像上次星基內亞 有一次的海嘯大概快10公尺 那它影響範圍就很有限 在一個局限的地方 那他們的地質學要認為說 可能是一次那個海底的山崩 所造成的 那我們台灣其實也要注意 因為我們台灣就會在一個 活動大陸邊緣 海底山崩也是經常看到的 好 那這個是海底濁流 海底濁流我沒有照片秀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因為不同意想像 所以很多人做了那個水利的試驗 水箱的試驗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是在實驗室當中 尺度就很小 那各位先來看 其實海底濁流尺度多大呢? 如果根據計算 這個海底濁流的高度 可能都比101道還高 各位想像這樣 這個高度 海底濁流行程 大概幾百公尺 三百到五百左右 那你看這個海底濁流速多快 各位可以想像這樣 你如果我們這個 你們半沙度跑到最快的人 假設每秒十公尺 應該不會這麼快 假設很好 每秒十公尺 那你如果去游泳池爬可以跑到快 每秒一公尺都不到對不對? 沒辦法跑一公尺 但是各位知道嗎? 有一個研究告訴我們 就是國外 這個是1929年 我們先不要看這個 我們看台灣的 我們先看台灣的 台灣在2006年產生一個 屏東外海有一個大地震 比較大地震 在EQ這一邊 逆震造成這個海底山崩 大概在幾個地方 時代的 二、一 這三個地方 產生海底山崩 那山崩的時候造成土石流 到最後變成濁流 那我們知道這個地方 中華電信鋪了一大堆的海底電纜 所以海底電纜就從頭斷到尾 幾乎都斷得差不多了 斷到這個尾 那我們就算出它的這個流速 它整個海底著流就速度到一個快 結果我給你們猜 每秒10公尺 夠快 所以海底著流可以跑得非常快 每秒10公尺速度很快 這個是一個例子 就是 那這個是小琉球 這個地方這個是高嶼溪的蘇海口 那這個是高嶼下 那在這個地方有做兩條的這個海床地址 這個是在地震發生前做2006年9月 所以這個地方海號 地震發生後馬上去做 因為這12月發生嘛 那1月就去做2007年就做了 這個這樣斷掉 這個這樣斷掉了 斷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slide對不對 這個只是slide而已 但是這個斷掉了有一些東西可能掉下去了 然後倒變土石了然後倒變卓柳 丟下去 所以這個樣產生一個卓柳 這個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台灣剛剛有這個地方 有海底地來鍛鍊 所以造成一些經濟屬實 但是這個地址 可以告訴地址學家 說這個卓柳跑的速度是多快 還有它的成績 它的形成的機制 那其實像這種地址在這個以前就發生過 這個是1929年在那個加拿大 加拿大其實地址是很少 但是它1929年發生一個地震在這附近 然後這個地震 當時已經就有海底電腦1929年 結果從加拿大遷到歐洲的海底電腦 那也是一樣這個地震引發山崩 然後引發海底著流 然後海底電腦就一個一個斷掉 一個一個斷掉 那這一次的研究 他們去把這一些黏著下面 然後去採扯機物 看說這一次著柳跑多遠 結果他們把它做出來跑這遠 然後就看來這樣 這個是500公里 所以這個著柳從這個大概跑了1500公里 然後這個是沉積它堆積的這個沙泥的後部 這個比如說這一邊是10公分 那這個是100公分一公尺 我們用一公尺來看 先來看這個一公尺堆積一公尺的這個沉積物 這個範圍大概就跟台灣一樣大 所以各位想想看這個著柳它規模有多大 它規模下來就等幾乎整個台灣這麼大的面積 就堆積了一公尺或者沙泥在上面 所以這個尺度很大 那也算出來它的流速可以達到每秒20公尺 如果說在我們做個小潛艇在這個海底下 看到著柳恐怕都沒辦法躺 以為它速度太快了 後頭越來 所以在深海裡面可以看到像這一種 褲哥麗 這個就是著柳 那這個著柳其實對最近的石油炭坑非常的重要 因為大家知道說現在是能源短缺嘛 那比如說在路上的油氣構造 或者是潛水地區的石油 有含油氣構造大概都被炭坑的差不多了 現在唯一就只有像墨西哥 這次墨西哥那個外海 磚油 那個是深水區的磚油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炭坑幾乎都走到深水區 好 深水區炭坑 那你炭坑你要找到那個柳油炭 那個石油是足擠在這個空隙當中 那各位想想看這個岩石裡面 什麼東西空隙最多 就是利眼和沙眼嘛 那個顆粒中間才有空隙 所以深海的環境哪裡會有利眼和沙眼 大概就只有深海蟲積山 還有深海的這一些蝦 才會有利眼和沙眼 其他地方大概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要大概現在都走向深海區 那深海區你要找那個蟲積層的話 就是要找柳流炭 所以這個柳流炭就相當的重要 好 是嗎 現在你這樣做到嗎 好 阿賞 阿賞 你熊